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民众经23日在脸书上发文指出 其就职公司今早收到一封挂号信 有名男子信中表明自己先前没敢搭讪一名光顾超商的短裙内 由于该公司的监视器有拍到超商门口 因此想求帮忙调阅监视器画面 让网友直呼好恐怖的认识法 台南永康民众将事件细节与照片 PO上脸书社团报废公社 从中可以看见该名男子信中表示 本月19日在超商内看见一名穿着短裙的女子 不敢搭讪又急着回去工作 错失机会 但记得该名短裙妹当时骑着机车 比自己早一步进入超商 想请民众就职的公司帮忙调阅监视器画面 找出该名女子骑乘的机车车牌与颜色 男子在信中表示若查出女子的机车 自己就可在附近的地方找一找 并留信向短裙妹表达想要认识致来意 且强调自己不是坏人 是已经没有办法 才出此下册 PO文明仲指出自己公司的老板有帮男子调阅监视器 但并无找到他底下的这名短裙妹 许多网友窒息此事后都对于男子的行为感到相当不解 认为以事后追查身份的方式想认识意性相当不妥 网友们相继留言指出缘分才不是这样抢求来的 有没有这么缺女生 第一次看到这种姓 十分可疑 很危险呀 很恐怖 的感觉 感觉很变态 谁知道他想干嘛 可能有男友或结婚了 就算找到了能怎样 问车牌 好可怕 是变态吧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呢 为什么